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彻底颠覆了水溶肥 都是粉剂和液体的历史 当然有人可能在问了 为什么把它做成颗粒的 它有什么好处 首先它可以添加一些 其他水溶肥 无法添加的一些液体成分 你比方说鱼蛋白 巨骨氨酸 巨天冬氨酸 还有我们的合浸配方牛状素 这些是粉状和无法添加的 一些液体的营养成分 第二个它在使用方式上更方便了 你比方说像我们南方市场的柑橘 像我塞后的这一片柑橘 这边的农户都喜欢嗓尸 这就是斑技所多不了的 所以说巧克力在使用方式上更方便了 农户更省钱了 巧克力的丧尸十年的时间 每年对这个产品都要升级 2022款的这个巧克力配方全面升级 我们把里面那个液体营养成分 像刚才说的鱼蛋白 巨骨氨酸 还有巨天冬氨酸 还有我们的合浸配方牛状素 包括这个氨酸酸素 我们的浓度又提升了50% 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个南方这个稻川寒比较厉害 前段时间经历了一片疑似很大的稻川寒 它对作物的抗逆性 包括这个抗动性起了很好的效果 巧克力不仅得到了这个国内市场的认可 同时现在巧克力已经出口到了46个国家和地区 像韩国 印度 马来西亚 台湾 埃及等 巧克力这个国际这个通用名字 巧克力现在已经在72个国家成功注册 这十年的时间巧克力多次被这个媒体报道 被中国农土导报被评为 中国好肥料 中国这个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评为 十大优秀出口商 和这个最具要影响量品牌